哈喽小朋友们,我是津津姐姐 今天小猪佩奇要变身小猪大厨 我们来看看她要做哪些菜吧 先来做一碗捞面给大家吃 把碗放上去,开水 挤好了 哦,放在这里,开火开火 哦,小朋友们,你们看,水煮好了 接下来,我们把面放进去 一根,两根,三根 煮面的时候呢,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做好 把烤面包放在微波炉里 打开微波炉 鱼,肉,蛋糕,就这个啦 烤好了,快把它拿出来 哇哦,好香啊 我们来把它切成两半 切好了 再把鱼放进去吧 哇塞,好漂亮啊 把它也切成两半 哎呀,我的面好了 快来把它盛出来 这个面就放在这个碗里 嘿 呵呵,好盛的拉面呢 那这个拉面里再加一些配料吧 放个寿司 再放一个鸡蛋 除了拉面呢,我们还有盘子 盘子里面可以放刚刚烤好的面包和鱼肉 开饭啦 先来尝一口拉面吧 哦,好香啊 再来吃一口鸡蛋 吃寿司 哦,还有这么多面 全部都吃光吧 哦 哇,小朋友们 你们看,佩奇把它都吃光了哦 再吃一口面包 哦,哦,面包是巧克力味儿的 真好吃 哦,佩奇喜欢吃这个肉 不过我好饱啊 我得赶紧去把碗洗掉 先来洗拉面的碗 哇,好干净啊 再来洗盘子 洗好了 还有我们的炒锅 小夹子也记得要洗干净哦 案板也要仔细擦 哦,刀子也变干净了 你们看,全部都洗好了 啊,佩奇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哇哦 佩奇做了这么多 金金姐姐的肚子都饿了呢 小朋友们 你们想吃佩奇做的饭吗 留言告诉我吧 好了,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